我们在去年的7月开始有做关于高回酬优先股和现金信托 High Return Preferences and Cash Trust的教育视频 希望人民百姓学会保护自己的血汗钱 12月我们也向监管单位跟他们说 这个高回酬现金信托和优先股 其实对人民百姓非常的危险 随时会崩盘是希望监管机构他们可以做出保护人民的一些措施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那最近我在报道上 Preference Share和 Cash Trust的 scheme已经是有崩盘的迹象 因为有投资者向公司提告 还有向公司的董事提告 他们开始initiate legal suit了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Cash Trust和Preference Share会继续的崩盘 而且很多人他们都很可怜 尤其是那些还在发梦的人 所以我就编了这首歌 是想用最温柔的心来祝福那一些水鱼了 Cash Trust 我永远祝福你 Preference Share 我永远祝福你 啊 我永远祝福你 lat your viewers to know 讓丁 我永远保护你 我回头 当你听到这首歌 怕只怕 老本已经被吃掉 怕Castras永远溃掉你的老本 骗了你去荷兰看春夏车 继续走 继续游 人生难免作随语 失去过 才能真正懂得去学习做丢业 钱难受 人难行 账本数据收 Ponzi 整合家 点点滴滴在Account Preference share 永远溃掉你的老本 骗了你去荷兰看春夏秋冬 搞回仇 踩了农江不洗墙 说宝本 宝本原来是假乡 若有钱 有钱只是祖母和带领 你的钱十辈子都不会再见 现在你们听这首歌其实已经是太迟了的 崩盘的痕迹已经是出来了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呢 就是要求代理和懂事签 要他们做个人担保 这个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做的 第二个你要做的就是 就是学会去SSM和CITOS看账本 问多多的问题 OK 高回仇 踩了冬江不洗墙 说宝本 宝本原来是假乡 若有钱 有钱只是祖母带领 你的钱十辈子都不会再见 那接下来 你就是要把那个代理和懂事抓下来 问他们用Recording录起来 他们对你讲的所有的蓝鸟话 所有的Sales Talk 和你会发觉到 他们所讲的蓝鸟话 在崩盘后会变成一堆鬼话 这是时候你开始做Duty了 有钱只是祖母和代理 你的钱十辈子都不会再见 不要问不要说 一切都是PONSE scheme 这一刻 抱着Trusted 让你们静静的死骨 摸回首 摸回头 当你听到这首歌 愿心中 抱着Trusted 天里度过每个春夏就懂 在崩盘前 我尽量的做教育视频 让你提升知识 崩盘过后太迟了 水鱼 你们就算哭到半死也血本无归 到时候 如果你们的手头上没有证据的话 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们 所以现金信托和优先骨的水鱼们 现在开始就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加油